分享会 今天一个上午 包括刚才下午的前一段 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 一个区域 一个国家 一个区域 怎么来打造这个智慧教育 今天从我们刚才 黄校长开始 我们就进入了学校 那我的分享呢 进入学校更微观的一个层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 智慧教师 跟我们的533智慧课堂 这是我们学校打造 高校课堂的世界 跟探索的一些过程 有的也有识 那在这个分享之前呢 我先想介绍一下 我自己跟我的学校 我是来自福建省 上海县 我是上海中的校长 我姓温 温暖的温 温丽平 那我们这个 请把地图帮我打开来一下 上海县在哪个位置 很多人问我 因为不像我们那个 约旦泰国的部长们 一讲约旦泰国 大家都懂得在哪儿 大陆懂得在哪里 福建也懂得在哪里 但是上海不懂得在哪里 上海是在福建的西部 福建的西部 是一个 马上你 反过来 它是一个 在三省 交界的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山区 我们的地理条件 讲起来叫八三一水一分田 80%的是丘陵地带 我们这整个县呢 有2860平方公里 有50来万的人口 我们这个县 已经建县千年 是一个客家县 在座不少都是我们客家人 我们客家县 我们这个县呢 文化底应比较厚 素有建筑之乡 丝画之乡 跟山科之乡的美誉 我们台记 清末的几人 秋焚甲 也是我们当年的 抗日英雄 就是 在清末 明初的时候的 他到过上海 然后在上海写了一首诗 称赞上海是 四面青山三面水 一层如画西阳中 这就是我的家 福建上海 那上海一中呢 是一个百年老校 他创建于1912年 刚才我们黄校长 是刚创办 不满一周年嘛 我们是103周年 是个百年老校 现在呢 我们的教学班 有60个 是一个高中学校 每个人里面 他20个班 一个班50个人 大概3000来人 那我们这个学校呢 传承百年的历史 形成了 因其才 成其去的 教育理念 我们为学生 一生发展奠基的 半学宗旨 跟为智为情的 孝顺 在百年的半学历史当中 培养了一大批的 优秀人才 因为我们 那个学校 早年叫撞严府 后面出了很多撞严 所以我们刚才里面看的 图片 看那个撞严胡 是吧 我们有撞严府 有撞严胡 最后还有一个撞严父 人家写了一个父 去称赞他 这个人 大家懂 林丹 超级丹 他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 我们原来的地 有一块地是百果盐 所以我们一个住民校 有原来 全国文联党主书记 林默涵就称赞 我们这个学校 撞严府 人才辈出 百果盐 桃里芬芳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场景 我们的校门 那个校门是一个将军体的字 我们的教学楼 这是我们的孔子广场 我们百年校庆的时候 搞了一个立了一尊孔子像 搞了一个孔子广场 是学生修去学习的好地方 三个公园 这是我们的撞严湖 学校有水就灵动 所以我们昨天到那个 进修女中的时候 那一点点水 大家都觉得非常舒服 我们学校有一个湖 很漂亮 在接下去分享 我们这个五三三智慧课堂之前 我想讲个小故事 这是我们跟智慧教师 相识 相知 相爱的故事 我们说 我们跟智慧教师 偶然地认识 逼然地选择 为什么这样呢 我在到 我是13年到这个学校做校长的 我现在在教育机 现在还在教育机 我在教育机 我是分管教育信息化的 我们当初呢 整个县 要为每一个班级 都配一个多媒体 就是要推进 整个县的教育信息化 当初呢 县领导 就给我们一个任务 要 建上去了 要用 而且要用好 我们就一直在找 用什么方式 可以推进 多媒体设备的使用 在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我要感谢我们 福州教育站的副馆长 感谢我们科名的 福州科名的业总 他们很偶然的机会说 广东南庄山中有一个活动 看不见 要不要去看一看 他说那边一个智慧教室 不错 我就跟着他们走 而且我去 我们当时还是茂兰郡区 传进去 人家都接到这哪来的 还不懂得是 有专门的一个团队过来 那看了以后呢 就爱上他了 然后也就开始在 我们一种 专配起来 所以认识是偶然 那为什么我们说 选择是逼难呢 因为我们上海音中 在如何推进更好更快的发展的思路当中呢 我们想把我们的发展 重新回到课堂 打造学校内涵发展的这条路 那我们当初呢 在想搞高效课堂 就是说 搞高效率 高效率 高效果的课堂 我们想 想搞一个宣学厚教 这么一个课堂 而且我们上海音中 是每个班 都有 这个 出摸一体机的 这个多美理设备 所以我们想 怎么样用好它 所以碰到这个智慧教师以后呢 这两个的理念 是一样的 我们是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 学生主动乐学 自主学习的课堂 让学生呢 从厌学到会学到学会 而我们的智慧教师呢 是要推进三洞 三经 三师的课堂 这个 是刚好凑到一块 所以我说 选择是必难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为什么要说 打造高效课堂 就因为我们懂得 传统课堂 制约了我们学校的发展 对我们国家培养人才 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课堂 那怎么来改变呢 原来是蛮难惯 现在是不是变成满堂链呢 原来是能惯 现在是不是电惯呢 是吧 刚才我们那个泰国的部长 讲得很好 就是说 能跟这个设备的使用 这是相不依存的 不能往一个地方偏 那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重点就是思考 信息技术如何助力 课堂教学的变革 与创新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想 一个 课堂怎么变 第二 教育 这个信息化 跟课堂教学 怎么来 进行 深度的融合 所以 遇见 我们的 Timmodel 智慧教师以后 我们 真的相爱了 这个相爱 一爱 不是爱一个帮 两个帮 我们一爱 爱了六十个帮 我们一家伙 人家是一个地区 还没装六十个 我是一个学校 六十个钱装上去了 所以 我说 相知 相识相爱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因为我们 这两个是合在一块的 所以 我们借助 这个智慧教师 根据我们 对课堂教学 变革的思考 我们就 打磨了 属于我们自己的 一个533 智慧课堂教学模式 这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有跟一些校长交流 不少学校呢 是先有智慧教师 再探索 模式 我们呢 是先想改课堂 刚好又碰到智慧教师 这两个呢 结合 我们一开始就推出 我们的这个模式 那我们这个533 是这么去定义它的 所以5 就是指 课堂的 基本框架环节 从课前的 一席宣学 到课内的 课手 问题反馈 课中合作研讨 课委的单堂巩固 以及到课后的 拓展提升 那我们这个框架 所改变的是什么 我们觉得 它的核心跟精髓 就是学教关系的改变 从课堂的结构来讲 我们变 老师教学生听的课堂 为 宣学后教的课堂 从 这个学生 这个整个课堂的结构来讲 我们是 以学定教 老师讲多少 看学生学的情况 后面我还讲到 我们要三不讲 三不讲 那从学生来讲 我们要求是 多学 少教 所以我们这个 整个框架改变的 是 这个 课堂 硬做的 学 教的模式 那三三呢 我们是将来定义自己的 一个是前提 一个是关键 一个是核心 前提 是学情的三反馈 所以这个 智慧教师 给我们很大的便利 课手的反馈 课中 和做研讨的反馈 跟 课后 不是 课尾 单谈巩固的反馈 很迅速 马上老师懂得 哪些该讲 哪些不该讲 提高了课堂的效力 关键呢 是 事业上显着 那我们当时 也不懂得 我们在提的时候 也不懂得 这是PE模式 王博士到我们 学校讲课的时候 他会讲 这就是PE模式 因为有了这个 智慧课堂 我们 这种 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 如果说 百分之七八四的学生 都懂得 老实不讲 那先生 不懂得怎么办 对学 同伴 互学 解决问题 那如果说 对于 基于 百分之三次到 百分之八次之间 怎么办 那我们就通过 自主 合作 研讨的模式 来解决问题 那对于 绝大多学生 都不懂得的 那这个呢 也不要学生念了 也不要讨论了 这是老师 要经讲的部分 第三个三呢 就是我们 这课堂的核心 三不讲 就是学生 自己会学的 不讲 同伴之间 可以解决的问题 不讲 讲了学生 也不懂得的 不讲 那通过这种模式呢 就把课堂的时间 更多的就还给了学生 更多的就还给了学生 所以我们这种模式的师资 就是学生自主 合作学习主导下的探究师 讨论师 参与师的教学 充分体现了 学生的主体地位 我们采用问题为任务 以评价为手段 起始学生 在教室的指导引导 帮助下 完成学习任务 实现高校教学 这是我们整个的模式 那经过一年 其实我们也才一年 这个一年呢 因为我们是从模式入手 走了会 我觉得会稍快一点 就说 我们现在呢 可以说 我们有这么三个成果 或者说初步的成果 一 就是构建了 促进主动乐写的课堂 因为在前面的片头 那个是原来 网易执行公司 不是 我们这个发展协会 要求我们提供的那个 叫做科技 什么片子里面 接下来的 所以刚才听了 我就不多说了 一个是主动乐学的课堂 一个是提升学生素质的课堂 一个是实现优质 高校的课堂 基本 现在初步能够做到这一点 成效 老师的成长 成效很明显 我刚才很高兴 四三个特等奖 领奖的时候 我们的主持人念了三次 福建省上岸县第一中线 我们这三位老师都来了 李东龙老师 陈士恒老师 跟陈属霞老师 他们第一次参加 就获得了特等奖 而且我们还占三个 还有三位老师 获一等奖 还有四位获二等奖 总共我们送了十三个人 十个人获奖 那说明他们在打造这个的时候 有自己的心得 在实践 有自己的结果 那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位老师 一等奖第一名的 王文坚老师 他是参加在江苏联营港 几班的全国高中课程建构大赛 或者特等奖 当初抢了承办校的风头 记者采访他的时间 比采访那个承办校校长的时间还多 在江苏教育电视台播了 那接下去 我们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我们不单要建智慧教师 我们不单要培养智慧教师 我们还要使我们的学校 变成智慧学校 使我们的课堂变成智慧课堂 我们的教学模式 我们就要求老师们 这个框架是给大家一条路 并不是限制大家 老师们要根据 我们学科的特点 课型的特点 要打造出自己的模式 最后呢 成为智慧学校 成就我们的智慧教育 我们认为 实践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想 达到实性揚才 公平精致的境界 这也就是我们学校 办学理念的精髓 因其才 成其器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 近期 我们建这个智慧教师 培养智慧教师 今天第一年 我们在做 而且我们目前呢 把IS跟 这个智慧教师相连 我们这个营我们已经建好了 我们准备更好地用在高三 为高三的呼吸 助推 那接下去呢 我们要完善我们这个模式 使它可以充分可复制 成为我们的 这个 属于我们自己的智慧课堂 那演技呢 我们要创建我们的智慧校园 智慧校园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对自己的一个愿景 而且我们现在在考虑 把这个IS 跟我们能能通 怎么打通 怎么让 更好的 为教师 这个 服务 这两段话 不是我的 但我觉得 很好 我抄下来 跟大家共同分享 一个是智慧教育 其重点不在于 软硬件的系统功能操作 更重要的是 科技融入教师们的 教学策略 发展出科技创新的教学模式 让教师变身成为智慧课堂 另外一段呢 真正的智慧教育 是一个生态圈 一个必须整合教育理念 教学智研 教学模式 能够有效带来教育质量 提升的生态圈 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是我们追求的 智慧 学校智慧教育的理想 我就说这些 谢谢大家 指示人有一个功能 就是要掌握时间 所以我想我的结论 就不多讲 不过我看他们两位 在刚才的报告 真的是让人家非常感动 从一个小的学校 跟一个大的学校 不过我刚才 我引用黄校长一句话 用心灌溉静待花开 如果有机会 我相信来年 你们会更进步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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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